我曾经讲到,有一次面日巴来到了一个小镇,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庄是坐落在这个河,这个河上有一条桥,就是横跨两边的一条桥。 那面日巴就在这个桥,他就躺着。 在这个桥上,他就躺着。 那么面日巴就躺在这个桥上,就这样睡着。 然后最后有三个女孩子 身上都是穿着非常华丽的 非常精致的衣服跟装扮的 他们要过桥 要到对岸到城镇里面 去看参与什么样的一个宴会 然后看到了米瑞士巴 那当下呢 内心就非常害怕 对 那时候米瑞士巴西亚都共用了 通用了吗 但是他们呢 听过米瑞士巴的这个名号 但是他们不曾见过米瑞士巴 对 那这三个女孩子里面呢 其中一个女孩子呢 看到这么贫穷的一个乞丐呢 心里面马上就发愿了 愿我呢 五百四人都不要妥身相当 对 对 那这些女孩子呢 就讲到说我们时间呢 蛮感的 然后她就躺在那边睡觉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就跳过 就是跨过她的身体吧 那这些女孩子呢 那这些女孩子呢 就讲到说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毕竟她还是个人啊 那这些女孩子呢 其中一个比较年长的那个女孩子呢 就讲哦 不要不要 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这样子 跨过她的身体呢 毕竟她还是个人啊 对 那这些女孩子呢 那么这时候 明瑞士巴呢 那些站坐了起来呢 那这些女孩子呢 看到她的那样子一个 贫穷的这样一个像中呢 心里面就讲哦 实在很可怜啊 对 那么这些这三个女孩子呢 看到她的那样子一个 贫穷的这样一个像中呢 心里面就讲哦 实在很可怜啊 对 像我这样的人生呢 你们呢 在五百四也得不到啊 所以你们的那个 觉得可怜啊 那种悲悯的心呢 对我的而言呢 其实是颠倒的啊 我对你们的悲悯 跟你对我的悲悯呢 那是完全颠倒的 嗯 我对你们呢 感觉到这种悲悲呢 是因为你们在轮回当中 一直在受苦啊 而你们对我的这种可怜呢 是你对我完全不认识的 那样的一种悲悲呢 嗯 这时候呢 这三个女孩子呢 就把她的心里面就很疑问 说那到底你是谁呢 嗯 对呢 因为我没有了日巴人送过来 他就说我是蜜了日巴的 天然是蜜了日巴的 但是蜜了日巴的 就是蜜了日巴的 同价有嘛的 那么在当时 因为他们呢 听过蜜了日巴的名号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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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的要是蜜了日巴的 但对有时间的 所以但我们会暂闭 害他的这些怨敌呢 因为 称怒他的缘故 或者讨厌他的缘故 而结上了这个因缘 借着这个因缘呢 那么能够去第一对方 这就像米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例子一样 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菩萨呢 让我前进的向他领劲 可能大家有所谓 米勒日巴的解释有点 米勒日巴尊者不就通了 但是这个都 打得到米勒日巴尊者不就关不得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现在呢 遇到了像米勒日巴 这样的一个对劲 那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说应该呢 对他去生起公庆的 那当然现在像米勒日巴 这样的例子 应该是非常的稀少 对 当我说我们的听得到来呢 他在生的崩溃 在别人的情报的意思 有什么崩溃的意思 就是生的崩溃的意思 所以总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 这个机会的时候 在那个当下呢 我们自己内心呢 应该就是审思 会非常仔细地去思维 所以如果只是追寻着 就按照的眼前的一般 世间人的这样的 着重外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呢 而去休息的话 实际上这是没有办法 如实地去修持正法 嗯 嗯 嗯 对 嗯 听说呢就是 我们呢在遇到对劲的时候 无论呢那是让我们生起信心 或者生起恶念的这个对劲 在那个当下呢对于对劲的观察 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众生来讲呢 我们内心里面呢 它总是时时会有产生 很多不同的这些景象的 而这些景象呢 都是什么 都是异于对劲 然后在我们内心里面 就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像状 而内心所起的这种种的像状 事实上呢是不定的 是不确定的 因此呢这是我们要细细去 啊 观察跟注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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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到这个集中为止呢 这就是 哦 陆菩萨行的第一品 他所讲的就是 哦 菩提心的利益 或者菩提心的功德品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品 那么这个第二品呢 主要是坚细的 在第一品当中所讲的 就是说 出生的菩提心 那么具有怎么样怎么样的 无比殊胜的这些种种的功德 天哪天那个早生不选择的 他难受的讲究去生不得的呢 不过都生不得 不落去结果又来一次 那么呢 菩提心是这么重要的缘故呢 所以那个当下 我们内心里面呢 会生起一种 哦 我必须要发起这个 这个殊胜菩提心 这些食物呢 就像呢 在这个餐桌上 我们看到呢 有非常多的这些食物 在这些食物当中呢 我们看到呢 那样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下定觉醒我们 一定要吃这个 因为呢 因为呢 你知道吗 那个那道食物呢 它是那么那么的好的缘故呢 所以你生起了这个意念 哦 我要吃那一样 嗯 嗯 在这些食物里面呢 人家讲究去生不得 十千万元 把狂流动无人 血把的被人 十千万元 好过去 他讲 人家讲究生不得 让他们做的 中国有的意思 因此呢 在第一品里面 了解到说 哦 发殊胜菩提心 具有那么大的殊胜功德 以及呢 殊胜菩提心 它是那么重要的缘故呢 所以呢 我们内心里面 发起 一定要好好的 收持这个菩提心 嗯 但是 人家讲究去生不得 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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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那么既然呢 想要保有 这样的一个 殊胜菩提心的话 那么应该要 怎么样做 才能够真的 守护这个菩提心呢 这是我们 必须要了解的 嗯 嗯 现在 做的 人家讲究去生不得 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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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这边就讲到 为了要能够 手持 这个珍贵的菩提心 的缘故呢 所以 记送里面讲的 为此珍宝心 我今共如来 无垢妙法宝 佛子光得海 这边就讲到说 为了要能够 如此地 收持这个珍贵菩提心 所以我们需要 供养 积枝 这边 这边 你只能够 做出一个 生不得 生不得 人生不得 人生不得 生不得 生不得 如果单身 只是想说 我要 手持这个菩提心 然后马上要发起菩提心 这是无法 生起的 所以 如果 人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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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例如呢 想到说 我要吃这一道 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只是想着呢 是没有办法能够 吃得到的 你还是要做很多的 准备 对 他讲究一生的 人生不得 吃得了 人生不得 因此呢 为了我们内心里面 能够真正 收持菩提心的缘故 所以呢 需要有很多的 这些预备的功夫 嗯 那么 需要做什么呢 首先 我们需要 累积福德 嗯 那么 我们说要累积 这个资粮 到底是谁需要累积资粮呢 就是对这个想要 发起普及心的 这一个友情 这个众生而言 需要 这个累积资粮 对这个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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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要累积资粮的话 要医着什么样的对劲 来累积资粮呢 就是这边所讲的 医着佛 代表法宝 代表佛宝 那么 佛法就是法宝 那么深重是深宝 一字三宝呢 那么来累积 这个负责质量 嗯 那我们来讲到的 累积资粮的对劲 这是一字三宝来累积 那么累积资粮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的来累积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 供养的对劲 那么我们介于累积资粮的方式 就需要呢 具有各种的 类似资粮的贡品 供养物等等 那么以下在讲的就是 各种的这些 供养物 那么 缺别责责粮的 大级的 每天 每天 都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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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 这个 他们 都要去 那些 新闻 满 都要去 我 发生 事 他 他 师 因此对于 我們所能夠用於供養的這些供養物 就從第二個祭頌一直到第六個祭頌 當中在講的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就講到說 可以以各種的鮮花 鮮花與榛果 種種族良藥 世間榛寶物 月意沉淨水 微微榛寶山 盡視宜人林 花顏妙寶樹 榛果垂樹枝 世間妙芳香 如意廟寶樹 自身諸莊架 集餘諸珍氏 連綴諸湖泊 月淫美天鵝 浩瀚虛空界 一切無阻目 一元盡奉獻 模擬諸佛子 祈請聖福田 悲鳴納我共 他在家裡 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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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郎門老闆 在家裡 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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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講的 各種的 無量的這些貢品 我們准吃北京 去北京 不會去北京 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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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去北京 也會通行 美 也會 要 technic 去北京 大家 從北京 在 東酒 術中 你dar 還會 在大乘的修指下,四月裡面做供養的時候,大部分的供養最多就是花、果等等。 這是因為隨順我們當地的這些孤產等等來做供養。 在普遍的平時,有團結的地方, 在西藏,西馬拉雅山脈的這些地方,他們為當地的所有非常洁淨的水,還有蔬油等等。 所以他們為用淨水做供養,用蔬油做成油燈等等來做供養。 我們以前的一個人是會的遭殖天, 我們不早所有車到外遭到, 已經順利了整個變化。 在我們行駕駛黨的地方, 每一人都不需要, 一群都不需要進行以後。 在我們行駕黨的地方, 一群都不需要進行以後。 那么因此呢, 醫者所處的地方環境的差別, 在供餘的運用上面, 那它自然就有它的差別 就像前面講的 在我們中國 台灣等等 可能我們用到很多的花香果等等 在做共糧 那麼如果是西藏等等的地方 那麼用的就是 乾淨的淨水還有書油等等 在做共糧 當時中國老公在哪裡呢 在讓香港酒育中的食物 當時香港的油燒也沒有食物 如果我们无事地去思维的话,无论说我们在中国的方式以这个花香果等等做供养,或者是西藏的方式以这个净水跟这个油灯等等去做供养,其实那个本质上面呢都没有差别的,它都是一种供养物。 如果我们在这种供养的当下,他们依着当地所有的物品以及自己的能力适量的来做供养,他们所供养的对境就是前面讲的三宝对境。 当然,当地人的供养之间,他们所供养的关系,他们在这种供养的关系,他们在这种供养的关系。 当地人说,马罗马亚,东南哈国国的供养之间,就是这样。 对了,刚刚在第2个寄送到第2个寄送之间呢,我们讲到了各种可以用来做供养的各种物品。 这个部分就不需要一一的去解说,我们在读送的时候呢,内心里面也就能够明白。 我们在读送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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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读送的时候。 那么呢,这里面所提到的各种的这些供养呢,也不是说,所以呢,你一定就要具备的,买到呢,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来做供养。 而是说,依着自己的能力,财力上面许可的,那么尽力的去准备。 现在,变得有个不拉。